三级防疫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紧接着7月份 花林县各乡镇市阿美族部落的 一例性年纪是否如期的举办 县政府是尊重各部落的决定 而堪称全台阿美族的首都光复乡 全乡有10个部落 除了阿鲁龙部落停办之外 泰巴朗部落改用其他的方式来办理 其他部落是全部决议要顺言来办理 三级防疫警戒号角 垂到6月28号7、8月份 花莲县各乡镇市阿美族部落 传统一例性年纪是否会如期举办 光复乡有全台阿美族最大部落 马泰安与泰巴朗 堪称是全台阿美族首都 乡公所上周就开始调查部落的意愿 光复乡有10个部落 本来原定从7月31号开始 然后陆续来办到8月23号总结束 然后我们前几天我们请主办人跟联络各部落 现在10个部落回了消息说 我们阿鲁龙部落确定就取消 其他的就是延期 看疫情怎样 除了马佛的阿鲁龙部落确定停办 另外历史悠久 且仍保留完整年龄阶层制度的泰巴朗部落 一例性大会会长吴明修 总干事吴冠贤等干部 会同部落头目 祭司初步讨论决议以简化方式来办理 从头目商讨的部分跟会长商讨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离Sagaranam的部分 还有我们早上祭祖的部分 会一定会去做办理 后续会再看这个疫情的部分 就是说看还是三级还是四级的话 我们就简化掉我们的人员的部分 而至于阿美族部落相当重视的8月1号原住民族日 香港署连续三年结合马太安 泰巴朗两大部落所举办的大型庆祝活动 乡长林清水表示 也将以疫情发展而顺延 因为今年度所有像县政府7月份8月份的大活动都取消 我们今年度的原住民族日我们是也来取消 然后如果看疫情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可以会再补办相关的原住民的活动 光复乡全乡10个部落 除了停办的阿鲁龙部落以及改以简化方式来办理 以离新年近的泰巴朗部落之外 其他包括马太安部落在内的8个部落全数决议顺延办理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